嗯 嗯 好,那我直接開始 嗯 OK,那這禮拜 我的部分主要是講 大概介紹一下RN 然後 它的簡單的實作方式 然後還有LSTM跟 GRU 基本上這本課本其實也沒有很 很著重在講GRU 所以我等一下大概就是解釋一下LSTM 的部分 然後一點實作,然後最後 做一點統整 OK,那 嗯 OK,在這邊先提到一下 就是在這週之前我們 看過了還蠻多的網路架構 那其實剛剛 就是像 嗯 我們前面有提到了 就是其實 在 RN之前的網路架構 它其實都是沒有 沒有一個 記憶的能力的 那 這樣講有點抽象 它其實就是 在說 嗯 就我們的每個輸入 其實都是會被獨立處理的 就算是我們 嗯 像上面講 我們放進去 IMDB的一個評論 那我們其實也會把這個評論 直接去 轉換成一個 一個Vector 然後就丟進去 當一個 Input 去使用 它不會說我們會 逐字的去看這個 嗯 的評論裡面的每個字 然後去理解它 嗯 這樣的一串句子它 嗯 可以帶給我們 帶給我們怎麼樣的含義 對 那 嗯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名稱 就是 嗯 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 這樣單 單一吧 我們把 應該說就是我們 這樣把這個 Input 就是 這樣放進去 做單一的 使用的這種網路 我們就是稱為 這個 FeedForward 的 FeedForward 的Network 嗯 那 在 另外一個層面的話 就是 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在讀句子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一個一個字的去看 那這可以讓我們去 嗯 很流暢的去理解這個句子中 我們要 嗯 傳達什麼樣的意思 那這樣其實也比較符合就是 我們在 嗯 我們身為生物 我們生物智慧就是 在處理 嗯 訊息上面 我們是這樣逐步的去處理的 這種方式 那 OK 欸 不好意思 有點壓倒 對 好 嗯 好 那這邊就直接講一下RN 就是 RN其實就是採用我們剛剛講的那樣的 規則就是 雖然 RN可能 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網路架構 但它可以就是幫助我們去 迭代的處理我們 嗯 Sequence 的一些元素 就像剛剛講的 嗯 文字啊 或是音序 然後去 嗯 去維護 就是在網路裡面不斷的去維護一個狀態 那 就 嗯 這個狀態就會隨著我們每次進去不同的字 然後一直去更新這個這個狀態 那 在這個這個抽象的狀態裡面 就會保留了我們 上一個字 或是上上一個字 就是 想要帶帶給我們的訊息 這樣 但 OK 嗯 這樣的方式就是其實會有一些問題 那 嗯 我後面會提到 OK 那 嗯 在 嗯 好 在剛剛講的就是我們會在過程中去 keep 一個一個state 一個狀態 那 這樣的狀態 我們在 等一下會實做這個 嗯 一個簡單的rn裡面 這狀態什麼時候會不會被做reset的動作 它其實是 像我們可能 嗯 如果以剛剛indb的評論為主的話 那我們就是放進去一段indb 我們就會以這個indb的每個字不斷的去update這個state 那 這個state我們剛開始會初始化 我們會讓它受為0 然後 嗯 隨著它每次進去我們會不斷的就是去 更新這個state 那這個state會在 我們indb的第二個評論的時候再重新reset 然後這樣不斷的去就是更新它那個state的部分 然後讓它去去把我們的這個網路學好 好 好 那 嗯 其實講到這邊就還是 蠻抽象的 所以 嗯 待會會實做一個 嗯 就是一個 這邊有提到 就是一個二維的一個tensor 一個張亮 那 裡面就會包括就是 剛剛講我們可能會有個type step 就是我們會總共會去update 嗯 應該說我們總共會去 更新這個網路 嗯 幾次 那每次裡面會有一個嗯 嗯 input future 就是 嗯 每次在裡面我們會拿多少個future去去更新它 像我們如果拿32個future進去一個time step的話 就代表我們會在這個time step裡面去更新32次 就是如果我們有32個future的話 就每一次都是一個future進去然後更新一次state 然後第二個future再進去 那這個時候這個state就會有呃 呃 程序上一個future的內容 那我們再再做一次更新 然後依次類推 嗯 在32個都更新完之後 我們的state裡面其實就含有這32個future的內容 這樣 對 那 那 time step就是看我們這樣的 這樣訓練的這個過程我們要重複幾次 這樣 對 好 那 這邊是一段 嗯 訓課 我們其實就可以 稍微看到說 我們一開始會把 我們的state先 像剛剛講的我們會先初始化 我們把它預設為0 那 接著我們會在一個fold回圈裡面 這個fold就是會去跑 嗯 剛剛講的 嗯 我們 應該說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time step 那 這裡面我們會 有一個 Input sequence 這部分就是剛剛講的future 那 OK 我們可以假設說 我們這邊跑了 跑了一個字串裡面有10個字這樣 那我們就每次取一個字出來 然後 然後 在裡面我們會透過我們的網路裡面的function 去 訓練我們的網路 那我們也會用這個function去 對我們丟進去的input 然後還有剛剛講的state 我們每 每次丟一個字進去我們就會有一個output出來 那 同時我們也會用這個output去更新我們的state 嗯 就有點像剛剛這個 這個循環的過程 我們每次丟進去input 然後它會產生output 那我們同時也用這個output去 嗯 更新我們的rn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我們會把它變成state去記錄下來 對 OK 那 那 就是一個記錄的函式 那 那 它裡面可能就包含了我們的input 然後input相關的weight 那他們的點成績出來是多少 然後我們的state 就是這個回來的部分 然後它相關的weight是多少 然後它運算之後我們會到怎樣的結果 那最後再加一個bias 那我們會把這整個東西就是視為 嗯 它同時產生 嗯 應該說這整個東西 同時是我們這個rn network 它去產生出來的output 那 它同時也會是我們就是 嗯 會直接拿來就是更新state的一個部分 對 好 那 OK 這邊又是更 再複雜一點的 嗯 也 也算是一段 嗯 虛擬code 那 這邊直接是用r r原在 就是 嗯 寫一段這樣的code 那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剛剛講我們可能 嗯 會先假設說 我們要做 100次嘛 那 每一次裡面我們會丟剛剛講的32個字 進去 然後這邊是 定義我們就是 就是output出來我們希望有幾個futures 對 然後 我們 嗯 因為這個部分只是做一個假設 所以 我們這邊有寫一段 嗯 rrandom array 就是讓它去產生 就是對應的 嗯 正列的值 對 那 我們一開始就會先用我們的 剛剛的這個rrandom array去產生我們的input值 然後我們去把state 呃 設為0 對 然後 然後 ok 然後我們再去 嗯 就對剛剛講的 我們input會有一個 一個weight 然後我們的 剛剛另外一個是什麼 欸 ok 我們的state也會有一個weight 那 這個一樣就是我們剛才都會是初始給它的 ok 然後我們的bias也會是一個random 對 那我們 嗯 ok 我們最後就會拿這個 嗯 就是放進我們的future回圈 然後去 跑 對 ok 然後因為這個只是一個範例啊 所以我等一下就直接拿code出來 就是跑給大家看 嗯 嗯 那我們整合剛剛 嗯 講過的一些概念 我們其實就是 嗯 會得到這樣的一張圖 嗯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 就是 我們可能在 嗯 t-1的這個t-state上 我們是把input丟進去 然後 嗯 前一個 就是t-2的時候的state 我們就會 嗯 就是延續到t-1 然後我們就會丟進去這個 這個 正方形我們就是 嗯 剛剛講的rn的cell 對 啊 這樣的東西我們就會產生output 然後還有 剛剛講的state 然後丟到下一個 嗯 t-step 對 然後依此類推 那 中間就有這個 嗯 就剛剛提到的 嗯 他這個 記憶函數裡面 會 去參考怎樣的值 然後去做運算 對 那 到目前的時候都還 應該還蠻好理解 對 有很好理解吧 有 有 有啊 有沒有問題 剛剛 所以 首先RN是一個網路架構對不對 所以 他是來出序列的資料 然後 好 好 然後架構就跟 我們一般講的fit forward不一樣 fit forward就是我們那種 一直一直一直往前塞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結構 有點不像剛剛 聽人說的 大家看我那樣 其實我一直覺得 你往上去 這個嗎 其實我一直覺得 大家 會搞得 很頭痛 這張圖畫的實在很不好 這樣 你看 RNN 你去理解他 也許這樣子一下 會容易一點 其實一個RNN的網路架構 你把它冒進一個box OK的這樣 有沒有 然後我這邊輸入 那現在你假設是一個句子 好 你一個句子 可能是 文化聽起來比較好 這個是word 1 word 2 word 3 有三個字 然後是一個secance 對不對 是嗎 所以 那你每一個字 基本上會扣個什麼 一個向量 對不對 怎麼樣 是嗎 所以 這個RNN 這樣的話 是一句話 對不對 所以你券RNN的時候 每一筆資料是 好像說 一件評論 或者是 他必須要欺騙你 紮對不對 所以他的每一個 每一個樣能點 其實是一個secance 對吧 然後每個secance 裡面有很多的simple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 樣能點 他事實上是 the sequence of features 他叫features feature of jazz 對不對 這個叫做一個feature 所以你如果是 他在這邊 除了沒有word 便利做好的 feature 那RNN 這種東西在train的時候 跟 跟peopleword CNN都不一樣 他們每一次 只會給我一個字句的 意義是說 那 這是一個req 那如果 呃 長的話 他可能可以 點點點 然後一直到w500 這樣 如果說這一句話 有500個字 這樣 是吧 這個RNN就要 賺500錢 這樣子 這樣的意思 ok 意思是說 這個字 dependent 多長 他就變成input進去 這樣 那input進去之後 他會有一個off出來 是嗎 那 剛剛他的例子 增進去是32 這樣 意思是說 這個mechan 他是32 這樣 出來的mechan 不一定要跟他一樣 長出來 所以是 他剛剛那個例子 是64 這樣 對吧 所以基本上 這裡面有個這樣的結構 然後 第一個字丟進去 然後會出來 一條 這樣 那我們假設 這個叫I-1 這個就是叫O-1 這樣 可是除了I-1跟O-1之外 它裡面會有一個狀態 這樣 例如說 這一塊網路裡面 會有 有點像是一個 暫存器 這樣 它會存一個狀態 這樣 那 第一個字過去 第二個字出來 然後 事實上他是用 它是用這兩個部門去點一卡 這樣 這樣 然後 然後 做完了之後 第二個字 這個S-1 就是會隨著這個字 一直打一直打 這樣 例如說 這一塊網路 它不是 它是有狀態 它有個內在的狀態 這樣 但是它用這個內在的狀態去 去代表目前已經補過了每一個字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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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一個一個字進去 然後 這邊就是一個一個 output的字 突出來 這樣 可是 當這個區域 500個區域都出來了 都進去玩了之後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看到O500 這樣 是嗎 然後 這個State就會 update 那 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它就會有能力 去記住 例如說 這個output 它會 depend上 你現在進來的這個字 然後這個S 基本上 它重顯補過的那些字 就 然後寫這樣 這個S 就是說 我現在用補了三輪字 然後這裡面 等於這裡 有64個 並在那 64個by 64個feature 對吧 所以它會 因為 在訓練的過程裡面 你除了看到 進去一個字 突出來一個字 進去一個字 突出來一個字 它在這一塊 RNN的網路裡面 會 keep to be more 狀態 剛剛金鐘講的 State 然後 這個State 會隨著 你未進去的字 一直改變 這樣 像小柔的意思嗎 所以 用很high level的方式來理解 就是 首先它不是整個 一顆這樣一次翻一句 不是這樣 對吧 它這樣畫好幾顆 是讓你只有一顆而已 這個畫法其實蠻理實力的 這樣 它會讓你覺得它有好幾顆串在那裡 沒有沒有 它從頭到尾就是只有一顆而已 這樣 ok 然後它只是把從一顆東西現在畫成三顆 這樣 你看到這上面它有時間對吧 這個是T-1的時候那一顆 這樣 這個是T的時候那一顆 就是T加1的時候 從頭到尾它都只有一顆而已 ok 那這顆東西裡面呢 那 它 它 它在用音符句決定奧克的同時 會改變它內部的狀態 是吧 所以在整個訓練完這五百個字的這個過程裡面 它整個S就快了 我已經讀過了 假設我說我愛你 那 我到我愛你的時候 這邊它就知道我講過我愛你 然後當你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輸出我愛你的意思在這裡 這樣 這樣小人我可以去做嗎 來齁 它大概是這樣子的工作方法 所以你一直會一直會會到最後 事實上是你是想要把這一句話的意思 放到最後那個O500 對不對 是嗎 對吧 我說這個目的就是要把這一句話的意思放在這個 然後接下來再繼續往下去 對不對 是嗎 就像是我們進來一張圖線 我們要出來讓它變成落端的欄位 這邊也是一樣 進來一個sequence 我們要到最後讓它變成落端的欄位 這個欄位會代表這個 這個 這個資料裡面的feature 重要的feature 是不是這樣 對吧 然後 他的工作原因 大概這樣 然後 好 那鏡頭可以 動 動 動 至於你這段數學 其實大家不要再去管它 因為這個套件都做好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Kick的是 你要知道你要塞什麼東西進去 這東西是什麼形狀 它會出什麼東西出來 那東西是什麼形狀 這樣知道嗎 好 好 OK 那這個部分就是 作者稍微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 其實在每一個 就剛剛講的它在step t 就是 做完 應該說做的過程中 就是 每一次其實都會產生一個output 那 有時候我們其實只 只需要就是注重在 最後一個output的話 那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有一個 一個參數去設定這個部分 對 那我這邊 直接帶大家看一下 可以 可以 好 這樣大家應該還看得到 好 OK嗎 OK嗎 好 好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其實是在說 我們要創造一個像剛剛提到 就是有 稍微有點這樣複雜的RNN 我們其實在裡面也只需要 這樣的一行code就可以加一行 應該說就可以加這麼一層 簡單的RNN 那 在這邊 OK 那這個RNN的 應該說簡單的RNN的這個 這個Layer 它其實也是在 我們KARS的這個Library裡面 那 它加的方式其實就像我們以前 我們在加那個 網路的Layer一樣 我們一開始就是一樣Sequential 然後 這邊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所以它就是加了 它就用一個 剛才一個 Embedding 然後後面再加一個 簡單的RNN 對 那 大家就可以稍微 看一下它的權重 那 這邊其實就可以看到它是 它的總參數量是2080 在這個Simple RNN的部分 那 這部分我自己的理解是 因為它前一根32 那 這個RNN 它本身也是32 所以 我們在Input 進來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有一個32x32的參數量 對 那 大家有記得就是它在 Output 出來 就是出來之後 不是又回來接State的部分嗎 那 接State的部分 我們其實又會有一個 32x32的 這個參數量 那我們最後 又會再加一個 Sensor BIOS 所以 這樣算下來 就是2080 OK 這樣 對 OK 好 那 那 這邊是 這邊是剛剛 有提到的 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是 想要在 每一次 就是 因為剛剛不是講 RNN裡面會有很多的TiteState 那 那 就如果 如果是一些狀況下 我們最後 我們可能只需要它最後出來的那個 那個 那個Output 那個Output 其實就是像老師剛剛舉那個 我愛你的那個例子一樣 就是 它 其實 最後那個Output 已經有包含前面所有字的 含義在裡面 對 那但是 我們有時候 這個 RNN的層 我們可能不是放在最後一層 那 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可能就會 我們會希望它在 每 應該說 我們會希望它可以Return 每 每一個 就是當我們丟進 Feature之後 它Output出來的值 對 那 這樣我們才可以把這些值再 丟給下一層 然後丟給下一層 這樣不斷去使用 對 所以這邊就可以看到就是 當我們這個 RNN在 在我們的網路架構中 比較中間的層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會加這個 ReturnSequence 然後會等於True 那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在最後一層其實就 就不會去加 因為我們就直接是需要那個結果 這樣 對 那 好 底下這邊就是 它上面的一個 一個簡單的範例 那裡面就在說我們 可能現在先設定 這邊 我們想要 丟 丟進去的這個 內容 它的 最大的 Future數是 1萬 然後 它 它每個 這個Datapoint裡面 我們希望 它最長的長度就是 500 然後 一樣就是我們會去設一個 Bash Size 那 這邊我們就是拿 之前用過的這個 IMDB的 Dataset來用 然後 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設它的 這個 最大的 特徵數 我們就是設剛剛的1萬 然後 我們一樣把它的 資料集的內容抓出來 然後分成 Training Data 跟Testing Data OK 然後這邊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 Chain的這個Sequence Data 就是25 然後 Test 我們也是25 OK 那 在 這個部分 我們就會用 就是 PatedSequence 去把 我們每個序列都 去 限制到 一樣的長度下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說就是 我們有設一個 最大的長度 我們設500 那我們就會用這個PatedSequence 就是去把 我們裡面的每個Data Point的長度 都去設到 500 對 那 OK 那這邊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出來 最後 Input Chain的Shape 就是 25X500 然後 Input Test也會變25X500 那我們 先處理完了 那我們就開始建模 那建模一樣就是 就是 剛剛上面其實都差不多 我們就是 嗯 用一個Embedding層 然後再加一個 SimpleRN 那 最後我們是想要 看這個 INDB它的 情緒嘛 就是情緒是 正面的 它的結果就是1 那 負面的它的結果就是0 我們是做一個這樣的分類 所以我們最後是設一個 Dance層 然後它的 單位是1 OK 然後我們是用SIGMOE這個 經理函數 那 OK 這邊 嗯 Compile的部分我就 嗯 不多解釋了 因為之前都有解釋過 那我們主要就是去看它的 Eccuracy 然後我們就 嗯 OK 我們這邊就把它拿 拿位Chain 那 欸 它這個部分好像沒有顯示 喔 我Chain的過程 對 那 OK 這邊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嗯 Chain的結果 那這個我們就是用 剛剛講的那個很簡單 嗯 最簡單的RNN去Chain的 那它出來其實大概就是到 這部分 嗯 嗯 在我這邊看大概是84點多啦 對 那我們底下會有 嗯 喂 欸 欸 沒有 我 我就看這個 滑鼠的滑鼻 好像壞掉 沒問題 它會很掉 欸 老師我幫你喊 我用這樣喊 好 好 這邊嘛 我們現在在我這邊 嗯 OK 所以 所以基本上它這個部分 不只是RNN對不對 這邊 進來它的Input基本上是 這個樣子 對吧 它的Input長得像這樣 是嗎 嗯 它等於就是有兩萬的箭筆資料 每一箭筆資料 每一箭筆資料有 五百個字 對不對 是嗎 然後 嗯 這五百個字 它 首先是讓它割了一個叫 Inventive Layer 對不對 是嗎 意思說這每一個字 我們要用Inventive的方式 把它變成是長度的32個 的 像 是嗎 這個動作叫Inventive 是嗎 它要把字 投射到一個 語役的空間去 對吧 我們講過的 應該 上禮拜 呃 誰講的 要 之前講的要 對不對 所以 呃 就是 那意思是說這邊是五百 然後這個場面就是三十二 這樣 來 然後他要把動作已經塞到一個 裡面去 是嗎 然後我講過 這個情況它不會五百個一起進去 它會第一個字先進去 再來進第二次 進這 第三第三 三十四 這樣一個進 這樣 那進到最後的時候 事實上 這次過程裡面 是他沒進去一個 只會丟出來一個奧布 前面那個奧布 他都不要了 你知道 他只要最後那一組 對不對 那 那 如果你就一層 RNN 是這樣 如果你RNN 要泡很多層的話 那就是 前面那個你也都要了 對不對 我意思是說 RNN要串 RNN要串 那這樣的話 你那個 就要放 剛剛上面講的資料 其實你可以選擇性的把 RNN串好幾層 這樣 對吧 意思是說 那個結構 你可以把它套好幾層 這樣 然後 有的時候 你要套好幾層 那個串出來才會是比較好的 這樣子 所以 如果你要這樣串的話 那你 你這裡就要寫了 一分四分成的處 那最後這一層就不需要寫了 最後一層就不需要寫了 最後一層不需要寫的結果就是 他離開這個RNN 就像最後一個字進去的時候 最後出來那個RNN 那個長度就是 套路的長度 這樣 所以 所以說 以他現在目前做的這個樣子 他這個模型輸出的時候 這個模型輸出的時候 他會 基本上就是一個 32 我說到 到這一層出來 他就是一個 Vector 32 對吧 然後接下來他把這個32變成1 是嗎 然後做segment 這樣 這樣小了吧 所以大致上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去管他裡面 怎麼算 可是我們得知道說 呃 對於每一層而言 我們要知道他在幹嘛的 這樣小朋友在做什麼 好 好 好 那我 OK 那RNN的部分大概是 這樣 欸 好 那 嗯 這一邊其實我覺得我們不要 講太多了 喔真的喔 我們只要知道LSTM跟 跟GRQ呢 就是 呃 長得比較複雜的RNN 嗯 他的內部價格比較複雜 這樣子 呃 因為RNN說實話 我們幾乎可以講說RNN這個東西 正在總部歷史這樣 你說這個東西已經漸漸 沒有人用這樣 我們現在要學他為了歷史的理由 有可能 越來越是這樣 因為越來越沒有什麼 真的用他來做尊嚴 因為這樣做尊嚴有什麼問題 他會很慢很慢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他沒有辦法給錢運轉 他一定是一個是一個是看的 那這樣的話就會 其實你有很強大的GPU 也沒有 因為他還是一次看的字 對不對 所以 呃 所以 在引網 就是 呃 這就是第一個問題啊 要把它保納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現在進宗市府 要告訴大家 就是 他有那個所謂的 呃 這個 這個 他他會這樣 因為我們不是用一個內部的State 去記住前面講了多少 對 講了多少話 可是 可是這個句子一場之後 那個Internal State 就不靈 對不對 對吧 你 你 你 理想上是 我講過 假設那個字只有我愛你 然後我講過我愛你 然後你那個Internal State 代表我愛你這樣 那還好這樣 反正那句子很長一長這樣 那 這個RMM 他就會發生很多問題 所以你現在看到 像LSTM 啊 GRU 這些都是 想辦法要解決 RMM 那些長期記憶的問題 你知道嗎 嗯 RSTM 它叫 Long Short Term Memory 對不對 是吧 就說 傳統的RMM 它比較擅長處比 Short Term Memory 可是Long Term Memory 大概 超過七八個Singles 之後你就記不太多 它在幹嘛 這樣 是吧 所以它有 它在中間加了一些Box 然後讓這個RMM 能夠 能夠進步比較久之前的 那個 狀態這樣 那 這裡面有很多細節 然後 有一陣子 大概你如果是在 2018年以前學 神經網路 這個是當時最紅的例題 這樣 OK 就是 大家把RMM 做成LSTM GRE 什麼 我們全部大家都在畫本 這樣 OK 好 然後 這個配備的商號有一點解決掉 那個長期記憶的問題 但是它還是沒有解決掉 這些處理的問題 嗯 所以 到2018年之後 事實上 我們現在在處理這種Sequence 有另外一種結構 這樣 這種結構 是我們現在在讀這本書 都還沒有寫到 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 最好是這樣做 就是 我沒有知道什麼叫RNN 我們看一下RNN到底 他的工作原理是怎麼 他是怎麼工作 然後 然後 在這個基礎之上 那我在想說 下禮拜我想要 assign給你一些 新的不一樣的問題 你知道嗎 然後來看看說 在今天大家是怎麼做這個問題 意思是說今天做文字分析已經沒有人這樣 OK 他已經是走路歷史的一個技術 可是你要懂的這個技術 你才知道新技術是怎麼做的 有點像 這樣 像小龍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不要看去care這個 LCRG2 它裡面是什麼 detail 因為它問題的上 已經沒有什麼用 對吧 我們只要把它當作說 它是一個比較 advanced 的RNN 它能夠幫助我們記住 比較更的 state 那 那 總算還是沒有 處理掉那個不能平均處理 算起來很慢的問題 對嗎 對嗎 所以我們最近有 近代有一些東西這樣 那 我想我們現在在做 文字分析 相關的模型 其實都會有新的 大家應該聽過什麼叫 transformer 什麼叫ver 有沒有嗎 你聽過這個重複嗎 你現在去看 2018年以後 基本上文字分析 別人放那種東西的變效 這完全已經不行 你想要什麼 這波多就是三年前出版輸出 它現在這幾個他們決心 都已經沒有用 OK 齁 我們還是把今天的過程 過過去 因為我們要先知道 什麼時候 還有NFT 還有那個工作原理 接下來我們下個禮拜 那些會議定 你們才去做 這樣想要嗎 好 呃 所以我還是把它講完 就是你還是 講一下 他怕在看嘛 這樣子 好 OK 好那 剛剛老師其實有提到 就是 那我們有時候要去處理 可能 嗯 應該說我們的資料 可能變很大 或很長的時候 那 可能我們現在學到了 最新的那個字 那 其實就像人 人一樣 我們有時候學到很新的東西 我們其實有點 就漸漸的我們會去把過去的東西都忘 所以大概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 在裡面我們其實就是會 把它稱為是 呃 Valient Problem 那 那 那這部分LSTN跟GRU 就是想要去處理 這個問題 那 那 這邊就跳過 那他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 其實就是 哼 他會在我們原本 呃 OK 這個是原本 剛剛講的那個RN的 的結構 對 那 一樣就是每個 呃 這個其實都是同一個set 那 在LSTN的部分 他其實會多加一條這個 呃 呃 他叫 carryflow 就是 在這條carryflow上 呃 他會 呃 去去記得就是 呃 這麼說好 就是 在 這個數據流 這個C上面 就是 他會去跨這個時間 去 傳遞我們 一直在 在傳遞的這個訊息 對 那 哦 多了這一條 他其實就可以 就是達到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可以去 keep 啊 我們可以去記得就是比較 啊 過去的記憶 就是我們可以把這個記憶就是 算 算是我們會有一條 這條 這個資料流 一直去記得我們 之前的 呃 相關資料的 的一些記憶這樣 那 對 他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有多了這條 呃 呃 carryflow 對 那 那 多了這條flow其實會對就是 呃 底下sale就是產生一些影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那 我們這條carryflow 他其實有時候 呃 他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是不斷的就是一直在往前傳嘛 那 那 這樣的動作其實就是一直把我們的記憶就是保留下來 那他呃 他呃 他有時候呢會 把這樣carryflow裡面的東西就是 呃 呃 傳到我們的 rn 的sale裡面 然後去跟 就是我們的state還有input一起去 呃 計算我們的output 呃 這樣的動作就是 呃 可以確保就是不會發生剛剛 剛剛 剛剛講的狀況就是我們有 比較舊的記憶就是被漸漸遺忘了 或他的權重會漸漸 呃就是變得很很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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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影響力 對 那 對 那在這個部分 呃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們去影響了 這 呃 應該說這個 t的output之後 他其實接著呢 呃 就 呃 呃 應該說就是他去影響之後他其實就會 間接的呢 就是去影響下一次的state 那 呃 這個部分其實 呃真的是就是蠻抽象啦 那 大家可能就是要再花比較多時間去了解 然後其實這本書他 就是在講LSTN真的沒有講得很細 對 就他裡面有有三個 呃 重要的gate 他其實都沒有提到他的功效 對 他只有在後面就是稍微 呃 提一下說他裡面有 呃 就不斷的影響 就不斷去更新這個c 對 那 這個c 同時就也會對我們的rn 就是會去做影響 就是剛剛講的 對 那他這個部分 呃就沒有去 實際講到 好這這部分我的認知 這個ft應該是 呃 for gate gate 對 然後 這兩個應該是input gate 跟up gate 但是他這邊沒有詳細去講 對所以 對 這邊應該 可能就是大家有時間再去了解 對 Right 其實其實你如果真的想要知道這個影片 直接看扣完比較快 對 我過自己的經驗 這個東西就能讓你直接看上面寫 嗎 還比你看書 嗯 我意思是說 有些事情就問你要把它寫成數學資訊來看 對 對 現在你跟這些DK 我覺得你不要看書 如果你真的想要判的話 對 我是建議你不用看的 也有個說 你如果真的要看 你直接看整次好了 不要判書 嗯 因為那書裡面寫的 絕對沒有我 整次清楚的 不要玩 對 好 嗯 所以剛剛那部分我可能就 就先帶過 知道一下 知道一下 變得很複雜 然後是為了要解決長期經驗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對 所以它最後就會形成這樣的圖 OK 那 嗯 OK 我這邊還是有打一些 就是它 運算上的邏輯可能是怎樣 像 剛剛有提到可能CT跟FT 它呈起來是 嗯 應該說它那個含義是想要讓我們去 忘記 就是一些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重要的資訊 對 那 那就剛剛講的其中IT跟KT 它們呈起來可能就是會去代表我們 比較現在一點的資訊 這樣 對 這是嗯 課本裡面提到的 對 那 好耶 最後就是 它的 實作 其實 跟剛剛上面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只是換了一層 嗯 剛剛是那個 你看 實際上你真的會弄到的資訊 你就是把剛剛RNN換成LSTN和GRE 拿成 來 對 因為它本來就包在那個Layer裡面 你知道嗎 對吧 嗯 對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剛剛的那個SIMPLE RN 其實就換一個LSTN 對 那 你就可以看一下它跑出來的效果 那 基本上它 嗯 換成LSTN之後這邊 效果是有比較好 大概到 嗯 86 87左右 所以剛剛前面好像只有到84 對 對 好 那我部分大概就到這裡 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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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應該是做那個 嗯 IMDB這個Dataset的時候 不是指定 還是 預定都 有講過對不對 他IMDB那個時候做的時候 就確實是多少 你們用Betal Core做 用Betal Core做 用Betal Core是誰做的 用Betal Core 用Betal Core 用Betal Core 你們做 你們都有做IMDB 你知道嗎 你們做的就確實是誰 真的 只有我是吉他而已 對 是嗎 所以 為什麼 我Betal Core 跟這個東西都差很多 他這個模型跟 Betal Core 甚至做Ware Invented也沒有太好 對不對 是嗎 對吧 也是 60%了 所以 Ware Invented 他事實上已經做到 把 每一個字投射到 理義空間了 對不對 他甚至還用那個 Pro-V 看是什麼 是不是 是不是 上一代是用Pro-V 他基本上已經用那種 那種 那種 我們Train的非常好的 那種 Ware Invented的東西 來取代 對不對 做起來還是 60幾 超好 不是太好 對不對 所以 比較一下 上次我們用 Ware Invented 直接來做模型 這邊加進去的一個新的Layer 叫做RSTN或RMN GRI 對吧 這個Layer加進去 他多 他從資料裡面多 多抽出來哪一種資訊 你看他一樣有用Invented 老闆在前面 對不對 Invented 完了之後 他再來加設一層 RMN或RSTN或GRI U 這個Layer的作用是什麼 他從這個 一篇一篇文章裡面多抽出來 什麼樣的Information 他看到那個Sequence 對不對 他找到存在於Sequence中 我可以等 對不對 對吧 就像是你在做CNN的時候 你做圖結院是 你要看到的不是每一點是什麼顏色 你要換這些點之間 形成什麼樣的 Hat 文字也是一樣的 你看到 你認識每個字 未必看頭關於群子 是嗎 所以這個Iron 這一個Layer就是讓你看頭 句子裡面的Hat 這樣小的嗎 然後多進去這個 你就會多10% 對不對 所以RSTN事實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雖然說他今天已經被 後面的技術取代了 所以當時他是一個很大的進展 在處理文字上 OK 好 那換 你要 你要不要把 評調從小 要不然他會 他那個 他會一直連一下 怎麼樣